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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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那我们今天要走了行程是旧清静的 是清静的方面 背后的地方 哇 我们出来了 我们现在就是要先找那个自行车的出租店 先go吧 我们先去找一下 人山人海的感觉 因为平价真的还不错 所以大家都 还蛮多人来这边逐走吧 好啊 好舒服哦 这条路没有车子 所以我就敢这样子单手拍给大家看 那就是旁边就是一整片绿绿的小森林这样子的感觉 超级漂亮 那我们已经到了 云场池 嘿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啦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去停脚踏车 go go 其实这个云场池呢 它别名是天鹅湖 那它会叫做天鹅湖是因为以前就是天鹅在迁徙的时候 会在这边就是 稍作停留这样子 在这边休息 但现在呢就是 大家看到都已经没有天鹅了 但是呢就是秋天的时候 枫叶满开的时候 还是会非常的漂亮 我们现在要前往下一个地方 要去旧营座通了 旧营座 旧营座 就是有很多小店 来到这边呢 就会有比较多的小商店 就是很多很可爱的小店 我们现在要去看一下这个小货市场 然后刚刚也有看到一些就是小杂货 这样子很漂亮 旧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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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可愛吧 好可愛喔 哇 看一下 現在我們到了一個清淨澤 必逛的行程 就是教堂 其實清淨澤 擁有非常多大大小小 非常有名的教堂 是一個非常適合做教堂巡禮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是來到其中一個 就是也是很著名的教堂 這個教堂 噠噠 我們現在要去一個就是 舊三立飯店 GO 那其實這個三立重飯店呢 它是由1906年 由三本職兩所創設的 西式的純木造旅館 那以前呢 是只開放給一些就是 非常有名望的人 進來住的飯店 那現在呢 是已經可以讓就是 一半民眾也進來參觀 那其實這間飯店呢 已經擁有100多年的歷史 所以現在應該就是 有重新裝修過一些東西 但是因為它是純木造 很多地方呢 其實都看得出來 有一些歷史的痕跡 是不是令人覺得很懷舊呢 那我們現在就回去我們的 小牧民 GO 小牧民 零 全部都 有這個 工程 有這個 通話 音樂 無言 有這個 人 댓道 只在看看 有這個 有這個 明明 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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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